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胖冰冰在美国 我是最多美国房产的税务是小胖 我是最多美国税务的房产经纪冰冰 今天呢我们再带大家来看这个parlmore 因为parlmore我们在大概半年一年前我们拍过一次 因为到现在呢它的这个购买方式 以及它价格呢都已经有一些变动 所以呢我们这次再陪大家再看一遍这个parlmore 没错而且在ultrohillsgroove这是唯一的新盘了 对而且它的性价比比较高是耳湾的一个人气特别火的一个牌 现在大家再看一遍它的一户型往里走 好现在我们进到parlmore一户型之后呢 所有边是上楼的楼梯还有它一楼的客户 我们接着往里面走 一进来呢我们先经过的是它的厨房的区域 我们可以看到它厨房呢这些倒台特别的大 然后它的六眼无灶也在这里 我特别喜欢呢就是这样设计 这个是升过几的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造型 因为它看起来呢就很简单 特别现代 什么暗影都没有 那不升级的也是built in的吗 不升级的也是built in的 但不是这种对吧 但不是这个设计 但是我不喜欢这个设计因为会有很多指纹在上面就非常烦 你有想过证 这个冰箱也是built in的但是呢在标配交房的使用的冰箱是属于升级 我们也可以自己买也可以选它转发生物 对但是这个橱柜是standard的 对对对这边的橱柜是standard没错的 对然后这里面呢有一个pantry 其实值得一起就是这个pantry 它pantry很大 对对对对 而且它不是那种斜的有很多客人不喜欢斜的 对它盖在楼梯下面嘛 其实这个也在楼梯下面但是它不斜 对对对我们看看它的客厅 好现在在它的客厅里面 它的客厅呢有几个特别的卖点就是 它第一它的条高很高 两层楼整个的条高都在这个区域 第二就是上面的窗户 以及这些落地窗特别的多 所以呢这个户型特别的明亮 那这个样板尖的 它二楼可能刷的基底颜色比较深 那我个人能够起来 浅色一点这样的整个空间呢 会更明亮一些 对但是它刷不同的颜色 我打断你 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为了有一个分区 反而是设计上的一个 因为它要配合你看它这些柜子的颜色 就是如果是纯白的那就刷白的就更漂亮 就像Satara的二户型就很漂亮 没错 那这边呢是它的用餐区 用餐区我们可以看到有两扇落地门 那我们在用餐的时候呢 还可以欣赏到院子里面的风景 特别的惬意 然后采光也是非常的好 对而且它的这个California Room是standard的 是的是的 王丽总这个户型的设计呢 它是双主卧 我们先看一下一楼的主卧 现在我们在一楼的主卧里面 这个主卧的Size呢不算大 但是足够用了 亮点呢就在 其实我觉得挺大的 它刷会不大 就是跟其他特别大特别好的这个户型比起来 这个可能也是相对相机 因为它是双主卧嘛 因为它是双主卧嘛 它楼上还有一个 是的 那这个亮点我个人觉得亮点就是后院 对吧 从你的主卧直接可以看到后院 就是采光啊 还有这个景观的视野都特别的好 我觉得这挺适合你们家的 没错 因为你妈喜欢大房大的卧室 然后又有她可以take care 你去花花草草什么的 我刚刚还在想这三个户型 其实就一户型最适合我 对对对对 好我们去看看它的卫生间 现在我们来到它的一楼的主卧卫生间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双人的这个sink 然后这边是它干湿分离的洗浴区域 这边是淋浴 这边是座浴 就是这个卫生间也特别符合你妈的点 我觉得 是的 然后再往里走呢 是它的这个closet 这个closet很大 两个人用也足够了 我觉得一个人 你肯定不够 可是我两个我肯定是够了 对吧 对对对 好我们再往外走看看它其他的其余 好穿过一楼的走廊 那我们来到最外边的一个一楼的卧室 目前的样板间把它做成了一个office 但是它是有自己的淋浴的 然后它是可以做成一个卧房的 对 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在网上看 说它是三房 其实是四房 这个完全是一个房间 有窗 有closet 有淋浴 对 但是不同的人把这个空间肯定会用作不同的用法 但我刚才就在想如果我用这个房子的话 我肯定就是用office 因为这个空间离我们的客厅厨房是最远的 所以它会相对比较安静 如果说你孩子要看书或者自己要办公 那这个区域是特别适合做 对我家也是因为我只有一个人 我一个人的话我肯定做office 对对对对 就比较舒服 如果我用这里肯定是我的office 然后我肯定弄个沙发床 就是万有朋友来可以 你的office都有沙发床 那从它一楼的卧室出来呢 我们刚才说它有自己的淋浴 那这边呢就是它的淋浴 我们可以给大家拍一下 对我们沉寂深看吧 会有 我们的视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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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